混血美女主持可宜 最近為香港開電視主持全新節目 有種老闆娘 專訪城中知名的創業女性 分享她們的生意理念和營商心得 這日她就去到吳逸賢的食品工場 了解一下 Yan經營日式飯糰店的背後故事 飯糰店生意其實是幾年前 我老公他自己都想做飲食 當初覺得既然是這樣 就不如選擇自己喜歡吃的 至少做了之後自己都可以吃 真的這麼想 看來你很喜歡吃飯 加上熱愛日本文化 所以覺得乾乾淨淨淨淨淨淨的 最主要是從生意的角度 是因為覺得外賣 或者拿走的一些生意是一個趨勢 這些叫促食文化 所以就選中這門生意 加上還有投資的價錢也不算很高 不像一間餐廳 裝修都已經去到七位數字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選門 投資不算很大的生意 可宜表示聽過Yan的創業故事之後 就覺得做飲食方面的生意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當中有很多複雜和繁瑣的事要處理 而且她也很佩服Yan創業的決心和勇氣 因為Yan做生意很勇 我今天跟她聊天 我知道, 她跟我說什麼? 如果做生意不賭的話 你不如去… 不要做吧 打高吧 對, 做什麼生意? 這個老闆娘很大氣 我都要學她那種氣魄 和這個胸口有個勇字 對, 而且你做生意的話 第一,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不怕輸, 對吧? 即是未必一定會贏 證明她很多膽子就輸得起 不是呀, 輸了, 我就這樣算吧 還有半個月就到農曆新年 去年榮聲人妻的可宜 都很期待第一年派利是 不過本地防疫措施延長至年初三 看怕過年氣氛都會大減 影響大家拜年的慶祝 其實確實今年新年都想 可宜會否真的可以出動呢? 雖然現在還未確實 但我自己也不覺得樂觀 我想是第一次派利是給你來的 對, 我正在想這件事 很想當可以封利是 不過不要緊 現在網上平台付款方法 非常方便 這樣, 我很傳統 這些東西都要拜兩年說兩年 也會的, 送給你 你再送給我吧, 是吧? 不過其實不是, 過癮的 第一年入利是會比較多 其實我自己也挺期待 我已經在這裡… 糟了, 我也在分享這些東西 我一直都在看一些美麗的利是封 啊, 現在就遲了 我很喜歡留意那些美麗的利是封 在搜羅中 我在想, 為什麼要怎樣封呢? 我不用擔心對了, 你可以對嗎? så, 現在發放一些有在 我們現在去聽證 我現在去聽證